今天是我就任之後第一次到軍勤局 軍勤局同仁是國家安全的選擇 對國家的犧牲奉獻 也超過一般民眾合理理解的範圍 從剛剛的情況 我尤其看到 軍勤局為了捍衛國家的安全 做了非常多不為人知的努力 國安工作有一個信念 叫做一所無名 我相信軍勤局是一個最能體現這個信念的單位 軍勤局有一個無獨英雄紀念碑 這樣的紀念碑的後面 就有超過四千名弟兄姊妹的許遺棘類 海海現在雖然沒有產生 但是軍勤局每天都在前線作戰 我們有一群弟兄姊妹 無私無懼 在最危險的情境中執行政務 讓兩千三百萬人公民 可以在海南安居樂言 在這裡外 特別感謝軍勤局所有同仁的犧牲與貢獻 從我上任以來 就一直強調情報工作的重要性 無論是人恩情報 還是科技情報 都是國家安全的額目 武器裝備會隨著時代害著懷刑 但是情報工作從來都是無可取代 如果沒有優質的情報能量 國家重視拳頭再強 也沒有辦法發揮作用 特別是中共對臺質疑城市 從未放棄對臺動物的準備 臺灣整體的情報作戰能量 不必要再進一步提升 所以 我們會給軍勤局充分舉辭 也請各位務必要盡一切努力 發揮軍勤局的誘人物選口 確實做好故事 掌握最實質最準確的情報 今天利用這個機會 會要特別肯定軍勤局 在確保情報來源等機密外型的情緒之下 近來 積極配合檔案局等單位 在內部持續在推動檔案整理的工作 這些工作 有助於打破社會上對於軍勤局 一些不必要的偏見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在民主時代 把社會的信任跟支持建立起來 我們推動情報的工作 也會更加順利 在《武林英雄紀念碑》上 我會叫忠貞 清白 勇敢 智慧和信討 這就是軍勤局的巨峰 我期許軍勤局朝著國家 對國家忠貞 此次清白 勇敢認識 智慧研判 這四個方向 持續精進努力 軍勤局最核心的就是人 我期許軍勤局 要成為一支最堅強的團隊 做國家安全最女巫的祭司 我會跟大家一起來努力 謝謝 忠貞 清白 勇敢 智慧 為本局的加工 後來被國內譽為六壯士 請 忠烈堂的解說到此結束 好 所以 楊副民主長 其實當時的指示 等於是讓我們走在這個 法律突破之前就已經做完了 所以事實上是 剛剛贏在政治上面 這個問題其實是應該怎麼做的 就是我們 接受的政治對 這種問題 在紅獨國而是基本化的 是 那這個只是其中 就是本局海股突擊隊 突擊山東半島其中一項任務的海股計畫 第一個主要是介紹本局的政策成就館 那以黑色的方式來呈現 主要是傳達 鋪天蓋地的情報工作 是中華民國 紅色是中共 象徵著本局的情報工作 與時局都是實習相關的 尋現代表了國防部參謀次長 吳時中將 那時領袖得以做出正確決策 穩定政策 接下來請跟所有的老賴 來認識 中美聖堂議員 也四月的時候 在華盛頓 尋處了 一共為我們方 培訓了五萬多名的情報人才 也奠定了我們國際 之後對於抗戰設備的結束 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懷舊天地 中總這邊請 那這些通知電設備呢 就象徵的情報工作 低空機率選片 抑鬱就是在調述當時撤的情形 現在還有很多移植能力 我們先出去的 他是我們軍隊的 最後因為中將出去的 他之後就是教練的 過條 那在此 恭喜總統帥各位長官 一起向不明英雄致敬